2021台湾KOM自行车登山王挑战 今年迈路了第10年 将于10月29号早上6点从花莲七星潭出发 迄今中央山脉的高山峡谷 绝美碧绿的神木 直达台湾公路最高点和欢山的武林 在全长105公里的路线上 选手将体验从海拔0公尺 直上3275公尺的高强度骑船挑战 由交通部观光局 华联县政府南投县政府指导 中华民国自行车骑士协会主办的2021台湾KOM自行车登山王挑战 今年迈入第10年 这项充满了传奇性并具有高度挑战性的精简赛事 曾被法国自行车杂志评选为世界十大最艰难登山耐力赛之一 和欧洲阿尔卑士山同等级的赛事齐名 因此也成为了全球众多自行车运动爱好者 此生第七路线之一 也在台湾运动观光的国际行销上 形成扎实的一个亮点 非常高兴今年进入第10年 10年我们依然从西清潭出发 10年虽然有疫情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向前 我们的选手们他们一年又一年的参与 然后不断的来挑战这个高山 不断的让这条路线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路线 那尤其是外国人他们看到这条 这样子直线上山的一个105公里的爬坡 其实是全世界大概找不到五条这样的路线 所以它的这个可看性跟它的值得挑战的这个程度呢 是很难得的 2021台湾KOM自行车登山王挑战 10月29号清晨6点钟 要从花莲七星潭出发 迄今中央山脉高耸盛射的高山峡谷 绝美的碧绿神木 直达台湾公路最高点和欢山五岭 在全长105公里的路线上 选手将体验从海拔0公尺直升上 3275公尺的高强度骑程挑战 为了提供安全挑战环境 10月29号活动当天包括了台193线七星坛段 台9线明友接到台8线路口 台8线星辰到大鱼岭 台14甲线大鱼岭到和欢山游客中心 还有南投台14甲翠峰到和欢山游客中心等路段 都会陆续进行交通管制 也请民众可以配合改道 更欢迎乡亲可以前往为选手们交打去 大华人新闻总和报道